過年這個檔期 很多人都會開始思念諸葛亮 會想他 現在在網路上有個熱潮 大家都要問諸葛亮 你明明就還活著 包括志祺七七做了一集 說諸葛亮其實還活著嗎 然後網路上有大量的民意 說我們這次總統大選 其實有個第四號叫謝忻達 就是諸葛亮本名 票投謝忻達 台灣會發達 甚至還把更改了 電視報票的鏡面說 第一名其實就是謝忻達 謝忻達在網路上還有一個 用AI的或者是舊影片 做出來的謝忻達 謝票落淚的影片 觀看次數居然有45萬人 其他候選人可能都沒有這麼高 還有人講說搭高鐵 有看到謝忻達 然後包括他自己的女兒 都用AI的方式 跟諸葛亮合體拍廣告 他的女兒曾經被問過說 大家都熱議說諸葛亮還活著 你怎麼看 他說我也不太能夠理解 但是他解讀說 可能大家非常思考 他非常想念他爸爸 甚至用AI的方式 讓他爸爸拍賀歲片 他也不排斥 所以現在就有人說 2月5號有個最新的賀歲片 叫大偉盧曼3 還有人拿出說他以前 動完手術回來之後 有講了一句話 他說我又活回來了 除了黨籍想要看到諸葛亮 還想要看電視 YouTube上面的這個 甄嬛傳 24小時馬拉松的播放 每一年都很厲害 去年最高的時候3.2萬人 過年期間看到皇上駕崩了 同時間最高3.2萬人 現在也都有一萬多人 大家希望甘露寺的那一段 可以跳過去 因為他們覺得甘露寺 覺得不好看 但有另外一派人覺得甘露寺 很無辜 很可憐 那一段也很重要 其實為什麼他會好看 是因為他的聊天是非常爆笑 大家創意無限這樣 甚至女星有爆料說 果郡王被剪的情節是最多的 這要請教玉峰 好 我們今天講 諸葛亮到底是死了還是活著 真的有很多人還以為他活著 因為他以前就是六合彩 欠太多錢的 所以就消失了 後來是被報紙拍到 才又重新復出 這被拍到之前 其實很多債主去找他 所以大概兩 三年 就有各式各樣的死法 最後證明他根本沒有死掉 然後又復出了 所以又秀場天王 又有一段輝煌的日子 現在來講的話 我覺得他恐怕是真的 已經上天堂了 這個網友我覺得真的很用心 幫他做的那些梗圖有沒有 其實效果 我覺得比很多真正要選的人 都還認真 都做得很漂亮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 大家懷念他 懷念完大概就是這樣 太想他了 對 就太想他了 恐怕是沒辦法死而復生這樣子 至於甘露寺的話我就要講 其實我自己看 我也會跳過甘露寺那一段 為什麼 因為其實你 他說每次播到那一段 就會狂掉一堆 對 因為如果你沒有看過的話 你一定就是會把它看完 可是在那一段 你就有點追不下去 因為你在其他的地方 就有其他的皇后 還有其他的妃子來鬥 你在甘露寺那一段 就是比較稍微平穩了一點 比較悶一點 所以看過一次之後 其實每年看就是一個情懷 就不需要再重複看那一段 好 不過現在大家流行是什麼 柯木桑已經不夠了 現在有出現一種掐伯舞 我們直接看這個 甚至有要求要這個韓國女明星 就是好像對空氣掐住的脖子 然後旁邊右手就過來 配著這個音樂節奏 這個大 不知道這個動爆音是什麼 但是現在很流行 很多的粉絲會要求韓國的女明星 但你這個不是明星 就是一般人 其他人 大家覺得女生做看起來 還滿特別的 其他男生做就覺得不舒服 所以就說你為什麼要流行這個東西 然後包括另外一個 很帥氣的中國網紅 樂阿姬 因為其實他本身也長得滿帥的 他就用四個步驟 讓自己變成彭于彥 怎麼變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段 不過過年要特別提醒大家 雖然現在國旅寒冬 過往這個去年過年這個時候 小琉球肯定到處都是人 不過今年很不一樣 很多地方地方都只有三成多 最新聽說到七成 當然還是很慘 肯定小琉球都15年來最慘的狀況 就大家都飛出國了 這幾天機場人非常多 這幾個過年期間 現在預估可能會破百萬 甚至到一百多 一百三十萬 六十萬左右 所以特別提醒大家出國 可能要提前三個小時到機場 請教楊敏 其實網路上什麼會紅 什麼會流行 就是看這個流量 所以這個所謂的掐脖子 如果今天開始慢慢的 因為現在開始有很多藝人 覺得這個有暴力傾向 因為這個某種程度是模擬粉絲 因為他那個叫第一人稱的視角 所以粉絲被掐著脖子 被打的那種感覺 會有一些粉絲不喜歡 但是會有一些粉絲喜歡 也許他們只是想要看你做這個的感覺 所以慢慢的 如果今天有一群人在抵制 慢慢的這個就會 從網路的這個演算法 因為慢慢就消失 只是說剛開始有人覺得 新奇好玩 這個喜恍叫藝人多表演這個 就好比說柯木山 其實一開始也都在激恍 所以那至於這個 我覺得這個網紅簡單講 他夠帥 才能模仿 我們四個步驟也學不來 對 那至於我講這個國旅 這個真正問題就是因為 長的廉價 大家寧可出國CP值比較高 就這麼簡單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北韓有個東西透過中國賣到全世界 什麼東西呢 假睫毛 因為它的品質聽說在中國來講 都是相比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從2023年中起 這個中朝的這個貿易恢復之後 從北韓進口這一些 這個假睫毛 最後變成Made in China 但是它品質太好了 所以中國這些老闆都很愛用 一年就用了168噸 你要想睫毛這麼輕 這個量非常驚人 總價值新美元是1.67億 但是過往有一些新聞 說這些其實都是非常辛苦的 勞改營一天工作18個小時 做出來的假睫毛 請教育 對 現在來講的話 大家在想說北韓到底哪裡有錢 現在這些假睫毛 除了它是一個一體成型的以外 現在很流行接睫毛 也有一些就是他們東西 回疑說是不是也有類似的東西 是進到台灣來 尤其是很多那種韓式開花 你說我們也有用到北韓 有 就是如果你是 它是稀產地到大陸去 然後再從Made in China 再輸出來 現在大家會流行去接那個睫毛 就是那種韓式開花 就是你接一次 然後它就等於是五 六根的 那一種睫毛 那很有可能就是北韓的 你以為那種韓式開花 可是中國的老闆說 他們的品質很好 對 他不是勞改營出來的 這是拿命在做的 這個東西是蠻 流量是蠻大的 大家好 我是謝阿周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喔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